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杨姐 今天我又出镜了 大家看一下我穿的 羽绒湖都穿上了 湖州今天是最低7度 然后最高是11度 温差很短很冷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样的天气里 我楼顶的堕落是怎么样的 给大家去看一下 穿的新衣 看我的堕落 这时候是中午几点 2点 今天是27号了 12月的最后几天 来看一下我楼顶的堕落 一直等着这个 南苹果出状态 下面叶片枯了很多 它其实如果有喷一点神仙水 这个应该还挺红的 所以说我都没买这个 南苹果 我家里南苹果非常多了 大家看一下 这几天冷一下 不知道它状态会出的怎么样 你看各盆都有 就是说以前都比较小的买回来 种的都很小 大家看一下 我的堕落 前几天在给奥利五叶 这个换盆的 换到这个盆 因为它比较努力 抱头嘛 那这时候应该多了 应该进入休眠期了 齐度啊 大家会不会 它会不会再生长呢 嗯 看一下这个美性井 哇 这个叶片怎么搞的 什么刮了好像裂开了 可能水分太多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叶片都裂开了 哇 那前几一段时间可能下雨啊 都可以把它掰下来进入叶叉 这个美性井叶叉也很好 都很多 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有些都是刚种的啊 还没有护盆 小盆的都没看了啊 三位说这个 好像天鹅龙 是杰盖大小买回来 现在也长了啊 天鹅龙我这一盆 还有一点眼色 你看都有血斑了很小 嗯 这都护盆了啊 大家说我基本都是用 颗粒土种的 多肉会生长啊 为什么很小还长这么大了 这个是好像是 比利时玫瑰啊 也长得但是太绿了哈 这边小盆的 哇有些粒的确实 有些一片粒的你看看 主要可能水分太足了哈 水分太足了 那这里整出来 本来是摆新种的 要摆在这里还没摆过来哈 还有这个糖印啊 一片一片干了一半 我就奇怪了哈 这还没很红啊 今天干 那空气啊今天干了 大家有没有看 叶片干了很多没事啊 哇这个也是那个奥普啊 那个水妆奥普啊都在要在控养啊 大家看一下 有些叶片它都 呃 要干掉了哈 要控养 嗯 就水妆了嘛 回来就要不断的控养 这些可能 以后都要 啊 消耗掉 啊 楼顶啊风吹过来 很冷啊 但对于北关人来讲下雪的哈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嗯 我们都是路养的哈 即使凝度也是在楼顶路养的 就是有一些叶片都有血斑了 你看看 就这个哈利沃生 它就有 嗯 血斑了哈 哇 粉兔肥嘟嘟嘟的 好大的叶片啊 就给了它一点点那个护博肥 大家看一下水多肉 不要给它太多的营养 这个高肠上面都长了很多小野出来了 嗯 长得很好啊 很会长 这个好像快丢了 还没丢 昨天那个丢了还没还没种啊 在布丁上面丢下来的 那天刚种的高肠就要等他们护博了哈 还有那个 嗯 诺绳 昨天又买了两株那个 那桃蛋 比较 大的 两株五十八买了 嗯 两株 还有买了一些像 什么纯爱的一些 还买了几个小的 嗯 这时候 多肉就是在楼顶 这个寒风中历练了哈 垂练了 你看 有些叶片都干掉了 这个吉塞尔 这个口红 这个古今醉化 这个野马 这个是 保利安娜 我都是变成猪肝色的 哦 这个是女巫 红女巫 你看一下 还有这个紫珍珠 哇 但是棚一点大 大家看一下 冬天又没长 冬天这个是砍头的 嗯 但是我这个叶片下面还掰了很多 感觉育有很多了 这些是婚纱 五会 那感觉这些包菜呢到冬天啊 一片消耗很多 夏天好像还还长得好啊 我觉得 嗯 这个是植物 说给他换棚也没换啊 因为后面自己又培植了一些 然后就让他自己长了嘛 让他出状态 有点像那个淡雪了哈 大家一直说 植物跟淡雪 没多大的区别 确实的 大家看一下这一棚 这一棚就是植物了 嗯 好像跟那一棚淡雪快接近了 它就是中间有弹心了啊 是吧 包了很多头 又是整棚的 整棚花很漂亮啊 嗯 哇好像 这一棚好像都干掉了 啊 这个瓦松啊 瓦松这个不是 这个中间的这个开花都干掉 其他的好像有长啊 这好像干掉了 这个好像死了 呢 是不是 这个开花了可能死掉了 哇 真的 然后旁边 旁边就这样的开花 有的就这矮的 还有这个就长了 就这样子 没种过 看一下 这个这个可能还会 花芽的吗 这里有没有种子 是不是 可能有 有些种子啊 等一下 放在那个花盆里面 菜园里面 看一下 也不懂 第四种啊 这个 贵妇子啊 也开了 哇 长了很多花季 大家看一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花季 把它切掉 哇 哇 这个 这个桃 荷花长得更多 哇 这大冬天了 你看看 那就这样掰掉哈 大家看一下 不要让它长出来啊 哇 多的不得了 一个桶里面都要长两个 这生命力也够万圣的啊 来看一下 哦 长了好多 来看一下我的这多肉啊 他这时候都在一片都在消化种啊 也是第一次 带他们过冬啊 他们有很多多肉 楼顶很多多肉就是 还是第一次过冬啊 今年啊 今年两三月三四月买的 百份呢都是 一月份三月份买的 三四月买的啊 就是第一次过冬了啊 待楼顶第一次过冬 哇 很多你看 很多叶片都消耗了 这样消耗了它才会出状态啊 就不要怕有的人说 哎呀我多肉 怎么叶片一直干掉了啊 正常的现象 正常的 嗯 那今天又在楼顶啊 看我的多肉 旁风尿窍啊 哈哈 好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多啊 很漂亮的 啊 昨天这个 乌木啊 在龙小姐家里很多 我没买 后来啊 我就觉得跟我也差不多了 买太多 啊 也也会野蛮 买多了就 会不珍惜 我觉得 后来我就没买了 那要让这些多肉先 先来个 出状态 大家看一下 这个什么叫 柳叶景 这个出景的 这个看 出景的 很神奇啊 虽然只有一片 有的都偏绿的 大家看一下 嗯 成分路 都是这些哈 成分路 这个不敢拿上来了 这个有点黑的感觉 就是有些多肉啊 一直长不好 就是像人一样 有的人 天生体落多病的 一直长不好 啊那个璀璨啊 你看 有点环境璀璨了啊 漂亮吧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 璀璨了 它如果出状态 就是 整棵就变成果冻色了啊 果冻色了 好 这些法师 法师井啊 法师也在生长啊 还有这一株 让它开花的 嗯 不怕啊 不怕它 不会死 我觉得 它这么强壮的枝 架 我觉得不会死 就是说这个架 啊 这个花开网 就把它掐掉了啊 剪掉了 可能下面 啊 就这样子生长的 好 今天带大家看了一下 我楼顶的多肉 就是说 啊 露冬 露冬 最冷的一天啊 我楼顶的多肉 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 拜拜